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KW检定 这个题目是政大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它这个是英文出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它要我们做什么 有一家工厂 它发展了一个epathy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还养数值 这个数值的7 他们要去做什么呢 对于这个排气系统的腐蚀状况 他去做了一些研究 使用了一些 可能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这个还养数值的一个7 那么工程师说要做什么呢 他说这个paint 他这个寿命的话 是不是他想要了解的是 在三种状况之下 他的这个7 是不是寿命是相同的 拿三种状况呢 sob water 就是盐水的状况 fresh water 指的是清水 再来的话呢 是清水配上了高浓度的草 那么他现在是在实验室 去做了一个研究 让他加速 结果的话呢 这个时间 pen last before peeling 就是指的是 他一直到脱期了 peeling 已经的话呢 都脱掉了 然后这个的时间 他们的所能够撑住的时间 那题目要我们问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五亩数分析里面的中间的anova 就是指的是它可以检定多母体 是否是来自于同一个母体的一个问题 那么0.01指的是 level of significance 指的是什么呢 他给我们的显著水准 他的题目就说 这个是不是三种状况是一样的 3 water condition 好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资料的分析 现在我们把这三个状况的资料 列出来之后 首先我们要进行kw的检定的话 就要先找出它的这个等级 先标出它的等级出来 我们才好算资料 首先从这个15笔资料里面 找出最小的一个数字 我们这边也看出来了 160.6 这个最小 再过来我们找第二小的 从16的开始找起 这边6的这个是次之 这边就给它2 再过来的话 160几的还有哪一个 93 再过来160几的还有一个168 再来就是169 再来呢 169 这边也是 16的已经用完了 那就17了 17的部分来说 72最小 再来 74 76 76 再来是77 这边也是多一点点 11了 现在170以上的用完了 现在是80的部分是12 12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 这边是13 越后面就越好算 14 15 现在这个等级已经全部排完了以后 我们算出各自的 等级的核 这个等级核 这个地方是 R1 是等于多少 加起来 18 28 再加上 30 这个是46 这边是12 26 30 39 所以这里R2 是39 这个R3 是多少 是35 22 27 35 那么现在 我们要准备进行的是 KW的统计量 它的统计量 是什么呢 是H H的写法 这边的话呢 是 这边是12 当然这个也可以证明的 这边是 等级的总和的平方 这边是由I等于1到3 因为是三个母体 那么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各自的数量 以这一题而言 三个都是5 这个算完以后 减掉什么 减掉3 N加1 好 我们算一下 这边是12 N是15笔资料 N加1是16 好 那现在这个部分 是最重要的部分 5分之46的平方 这边有5笔嘛 这边是39 5分之39的平方 5分之35的平方 减掉3倍的 乘以16 好 这个我们要用计算机来按 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0.62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说 它的差异越不大的话 这个值会越小 那我们来看 这个统计量 KW减定 它是借在哪里呢 它是用的是 KiSquare 这个地方来说 是N-E 自由度是 0.01 是一个右位减定 来 我们了解一下 卡放 现在这边地方是0.01 那KiSquare 我们先找出什么呢 找出它的临界值 这个临界值是0.01 我们从这里找 自由度是几 自由度是2 这个地方N-E N是多少呢 是3 所以这边自由度是2 0.01 自由度是2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9.21 而我们的统计量呢 我们的统计量是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表示什么意思呢 原则上来说 它差异不够大 那么我们把它补一下 补的是 这三种 的状况 三种的这个水的状况 Water Condition 就是它的状况来说的话呢 是 相同 那么H1是指的是 这三种状况 至少有一个 不相同 而我们是 接受的是什么 是 这个 所以 我们是 结论不显著 也就是说 没有证据显示说 这三种状况 会怎么样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这三个状况是 有不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个 我们接受了 这三种状况 对于我们这个7 它的耐角度 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不出 你知道 他们的状况